你看这一身这是最有特色的 你看他穿着的这个衣服 这什么衣服呢 对 他这个裤子叫这个别毒裤 别毒裤 那就像日本人的那个 像夫的那个 对 可以说是最早的友当的裤子 再早的能穿的啥呢 就是这样的统裙 你看 裹裙 这样一裹 这就是当时的服饰 他这个站的位置也很奇怪 他这是背后吗 对 背对的关键 还是后背这样扭过来 对 背对的关键 现在对此身菩萨呢 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 有的人说是菩萨 有的人说是魔女 有的人说是 她是这个释迦摩尼的这个唐勋 中国的石库里是没有的 你要研究这身菩萨呢 你就要到印度 巴基斯坦 看更早的这个画 或者是这个佛教的经传 才能找见 这是独一无二的一生 这个太好了 这尖学国宝啊 270多宗佛像 看不够 看不够啊 真的是看不够啊 我这手库十多年 就是刚才说 每天都有新发现 怪不得啊 老师你看这一身 从这个位置来看 你看 他在听这个佛在蒋经说法的时候 你看特别牵弓啊 你看 对 双手放在胸口中 你看身体微微 对 往前倾 特别寒 他这两个手是这样的 好 对 第一次来这个石库的时候 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一声菩萨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 那个佛在蒋经说法的时候 他好像也是想开小差了那时候 当然了 就是刚开始对他的认识 从正面来看来 从正面来看的时候 你看 他这个样子 你看 是不是啊 他在想自己特别美好的事情 若有所思 若有所思 其实他就是听这个佛祖 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你看佛祖真是太好 深有体会 他从心里内心的感触 流露到了我们的眼前 这就是这个塑像的精妙之处 对 你看他这个头有点歪 对吧 头有点歪 就仿佛正在凝神 凝神思索佛讲的精意 也是从那一生菩萨以后 我才是慢慢对着石窟才很感兴趣 以后也做一点研究 就是最起码知道这个石窟是 他讲了些什么故事 有没有发生过比较危险的事情 发生过危险就是我们知道 这是地震断裂带 这个石窟肯定是会消失的 昨晚有一天会消失 每一次地震 我都心里特别惦记这个石窟 早上早早要过来看一看 地震这有感觉 有感觉 那感觉很明显 前两年两次大地震 都还是比较厉害的 我们迷了好多地方 民房都倒塌了 我就怕有好多这个发布斯 不要掉下来 那掉下来可就是云九星的 那就没了 所以在那边还贴了好多小纸条 有裂缝的地方 看它会不会有变化 裂息会不会增大 这样的 两次大地震没有掉下来的 没有 都还好 都还好 那还是太幸运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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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